凌晨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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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开来见我》 曲征 上次找我去讲 毕业这么快就创业了 上次 毕业完 毕业完,当然是创业 香港老板,吃饭了 直接去看所有公司 你好 你好 我以為你說無論我們怎樣找他上來 打死都不讓他講政治 沒問題 創業和政治都很有關聯 很多話說的 現在有一個創業平台 有有有 但你現在有做農夫嗎 是呀 城市農夫 城市農夫 很潮的城市農夫 叫做潮夫 這麼難的笑話 立刻不回答他 他那個城市農夫 別說我不吃菜 你說我講親講音講食 不是這個孫竹卷點心 其實不是的 這些菜 你記得我們訪問過一個印尼朋友 他跟我說他去了印尼之後 原來最大適應不到的是什麼 原來我們香港 我們廣東 其實有很多菜種 不是其他地方那麼容易找到 而就算是這樣 其實我們吃來吃去 就是夏天刮過幾樣 冬天菜新白菜 卡卡城那些 但是我參觀過 你叫農場 好你叫 我也不知道叫實驗室 還是什麼 總之很帥 有很多LED 老實實 你倆吃菜吃這麼多 真的 這麼多款菜都吃過 於是會自己做 沒錯 自己種植 我吃乾多 我吃乾多 他好像就吃濕多 他吃菜你自己種 我想問一下 你的緣起 好 如何量度出來 如何量度出來 我必須要首先說 我自己的本科 跟農業和科學沒有關係 但我幸好在我讀MV的時候 遇到一班很好的同學 是碩士同學 是碩士同學 就是工商管理碩士 我們在香港大學 當時大家一起說 我們都覺得是時候要創業 但大家一起想 究竟創業有這麼多方式 我們讀工商管理 究竟要做什麼 但我們當時很一致 我們很一致 就是做兩件事 第一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 跟綠色要很有關係 就是綠色生活 再環保一些的概念 關於飲食上面的東西 第二 就是跟科技有關係 是 當時每個人都說 我們要創科 就是年幾兩年之前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做綠色科技 跟食和綠色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自自然而言 就想到農業了 是 不過這個也看到 那個MBA 即工商管理碩士的課程 那個變化 是 因為我們說的 十一年前 金融海嘯前 是 的工商管理碩士 其實當時 或者再前一點 就主要是獨立 用來給你入 那些很大型的 管理顧問公司 大家都知道哪幾間 就是升職用的 或者是 入做投資銀行 也是升職用的 或者就給你去那些大公司 做 即是急速 high flyer的 management trainee 也是升職用的 是 都是那幾款 然後那些同學 全部都是那幾款 然後 只是有興趣 學來學多那幾款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入口 但是到你 你要多謝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之後 會有些變化 大家感覺到 創業的潮流來了 因為大企業 由於恐龍 就是 慢慢慢慢 就是 要不死 要不瓦解 對不對 所以現在工商管理石市 真的 多了很多 是 創業 還有銀行 正正吃正 你現在的工資 其實我也是 就是順水行舟 是 誰是你的撇水 你順著誰去 我以前剛剛畢業的時候 都是做Medicine Consultant 就是管理諮詢顧問 當年當然市場是非常好的 其實作為一個新畢業生 的確接受到一個比較專業的訓練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但當然我想香港的發展 其實我們自己 長遠來說是需要一些新的動力 當然你說原本的大公司 或者企業是有他們的動力去玩 但是始終新的方式 看到很多東西其實 原來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譬如農業這樣 可以有些新式的東西去做 為什麼我們不做呢 你現在做科技農業 即是水耕 水耕是我們其中一種 即是很多款式的 我們說是科技農業 是的 那你第一 你是哪些款式 我們水耕就是種植的方式 但其實我們整個農業科技 其實是 將 怎麼說 我們將整個農場 好像濃縮了那樣 就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是商品市場 譬如是一些 Green Retail 譬如是學校 餐廳 酒店 那樣 在一個很少的地方 可能兩米多 一米多 的地方 其實已經種了幾百棵的植物 全部可以吃 其實整件事是 將農場 本身就是農地 以及消費者 或者用家的距離 完全縮窄 明白 是的 Raymond說的就是 我們不僅向一個 所謂的 向高空發展 變成一個立體城市 沒錯 農業都立體化 不僅僅我們人 我們居住得很微熟 農業 都不是 譬如大陸一說 幾多百萬 或者英國 美國一說幾多千公頃 原來不一定是這樣的 小小的 不過現代的 大量化生產 去到農業 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是的 第一就是取乾快田 因為它要用最短時間 又再種過 又取過 第二就是 變成它有一個很大塊 你說的很大塊的田地 它可能真的跟民居 或者零售點 太遠了 太遠 於是運輸的碳排放 就很大了 很厲害 也很不環保 而且其實也影響了品質 是的 不如先想環保 環保就是 其實剛剛有一個國際環保機構 出了一個很震撼性的短片 嗯 其實裡面說 其實最主要 全球的碳排放 或者是 為什麼會這麼濕化呢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大量 砍伐樹木 砍伐樹木做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農業 第二就是粗木葉 所以其實要我們 整個地球的生態好 第一樣東西就是 減少開墾農地 讓它們可以休養 但是我們要吃的 那些農地在哪裡呢 其實就應該回到城市裡面 就是現在我們 城市農間 城市農間 擺進去 是的 所有我們在大廈裡面 或者其他地方 可以做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有技術做到 都可以做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要去找一個 發展一個技術 就是可以是一個 自動耕作 為什麼可以有一個 全天候的監控 還有自動的 自動的 你這個概念 就是以往我們 建房子就見逢插針 是的 你現在城市農間 就見逢插釀 是的 天空中島 天空中島 就是我們上次說的 原來就是插來插去 我之前說 我們這麼喜歡去 不同的地方旅行 是的 可能整天香港人 或者都市人 都要走來走去 但是其實 真的未必會 農間這麼多的時間 去照顧他們 所以一個自動化的農業 對城市人 是很重要的 你說的 可不可以讓我們想像一下 雖然也有商業秘密 在裡面 你說一米至兩米的地方 是的 你的意思是 當我們的鏡頭拍一影 我們鏡頭拍一影 我們鏡頭拍一影 許禎也佔一米至兩米 你小心一點 是的 你小心一點 你從他那裡到我這裡 可以種到多少東西 這裡到這裡 就是這三張椅子的距離 這三張椅子 我們高就高 大概米幾兩米 我們有五次六層 也要高也要計算 對 先用我們3D 多少層 我們現在有六層 就是這樣可以六層 對 兩米高六層 六層可以種到多少東西 用英尺來講 就是一尺多一層 如果我們這麼遠的話 我想都可以種到五六百棵 五六百棵 五六百棵 就是一些比較小型的植物 例如 是哪些叫可食的 羅勒 羅勒 大家很認識的羅勒 然後有火箭菜 Rocket 吃衣服 吃衣服 有些比較小的魚衣金藍 那些全部都種 魚衣金藍現在又 平合合過 超級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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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種植的產量 其實是不小的 即是說 就算這麼小的地方 都種到 剛才說的幾百棵 幾百棵 幾百棵 四百棵 四百棵 我想請問剛才你說的環保 或者Wincent聞到的產量 第一就是食物 一定牽涉到味道和營養 這種城市農業 那個味道和營養 又有沒有一個優勢 當然有 因為優勢在於 其實人不說不知道 其實香港裡面 我們日常吃的菜 有九成八以上 都是由香港意外的地方來 當中有七成是內地 其中那三成 其實都在外地 其實你幻想 如果由一個歐美國家來 其實他們 由 哈佛斯那一下 到真的去到我們的口 收成 收成到我們的口 可能隔一個星期 其實中間 即是他收割那棵菜 我說的不是米或者肉 那棵菜你收割 你以為做生辣 他覺得很新鮮 原來八天之前 沒錯 真的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 他的營養 其實就是 你一收成之後 其實他每天每一分鐘 都在流失他的養分 因為他會有蒸發 他會有很多的 也有細菌的感染 所以其實他整個 譬如維他命C 他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可以在24小時 一個星期之內 沒有一半以上 我沒有了一半以上 這個很大隻 我不吃錯 也沒有了一半 那Vincent 我們回來可以再請教Raymond 他聽到好像 不只是味道和營養 連整個衛生 医生 城市農業 似乎都可以做 沒錯 好,那回來我們繼續說 城市農業 我有個問題 好 既然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都不是說整個露營廠 是的 你說整個露營廠 這裡幾百 一路到那裡幾千 幾千坡 可以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變成可以很容易計算 是 就是我有多高地方 有多少尺 再高一點 可以再高一點 我做什麼 我就怎樣 就算到錢 簡單來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要創業呢 每個人自己在家裡做都行 對吧 就是我 我不用有雪櫃 我雪櫃旁邊 就有一塊農地 是 然後我就收割 收割完 我就自己煮 那最快 不用等一個星期 等一分鐘 我已經可以吃最新鮮的菜 你也要肯定你家裡不是五百萬 八四尺那些 五百萬八四尺那些 沒有多少百尺 那是 如果你那塊田 就比我那塊田 很多了 因為住在豪宅區那些人 那塊田 就比一般人貴 Vincent的意思就是說 那不用有零售或者買賣 我在家裡自耕自食自作 對 那很大誘因 很大誘因 其實我們有一天 希望中有一天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技術 放進他家裡 那當然 我們不能夠這麼膽膽 我們種了全世界 每一個人想吃的所有東西 因為始終其實室內間種 有些限制 譬如現在現時的水間技術 其實就有一些 怎樣說 向泥土裡生的 譬如蘿蔔那些 要在土裡種植的植物 其實就未必可以種 就是根莖類 根莖類 就不適合了 是的 可能也是葉菜就會比較多 是的 如果是瓜的話 其實你又要有相當大的地方 即是你要長得很高 好像一棵樹 那樣 你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本身來說 我們這個都市農業 其實有它的好處 也有局限性 是的 所以大家尊重 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對 好 沒問題 傳說中 水耕會不會很浪費水資 不會 是嗎 即是人們說 用那麼多水 本來用泥土就可以了 要多用那麼多水 要多用那麼多電 Wincent 我都說你 離地中產的知識 小平最高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水耕是浪費水 因為你有個水字 你有水字當然是浪費水 香港人就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 水耕浪費水 我都聽聞他們覺得 農民就是和泥土發生關係 所以水耕這件事 就不是最天然的 最天然的 就用了太多水 現在人類就 水資源會變成一個很大的矛盾 還搞水耕 我明白 有這樣的說法 耕田耕田 沒有田怎麼耕 你的問題就是 你也聽過這些 水耕水耕 水耕是不是真的浪費水 還叫做省水 麻煩你解釋一下 真的省水耕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給了數字出來 因為廣泛都認同 水耕其實比我們傳統的耕種 即是用泥種的話 其實可以省水達到九成以上 就是水耕 譬如我能夠用一成的 同樣品種 同樣一斤的菜 或者同樣生長的時間 譬如我種一斤 要用這麼多水 那邊就種了九斤 是呀 即是那個差別 可以這樣 反過來 同樣的水 我們種出來的量 又會有一個很大的差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不知道 因為其實泥土裡面 第一 我們灑水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水 因為泥土是會 水未必會藏在裡面 所以其實有些 會落去地下水裡面 它會流失水分 另外就是 因為其實泥土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微生物 和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 他們都口渴 是的 他們都喝水 都會的 所以其實在整體的過程裡面 其實水分流失都挺高的 所以其實用水耕來講 其實如果將一些 即是一些有機的營養物 放在水裡面 其實就變得很集中 就好像你 即是營養物道的那個問題 是的 就像葡萄糖水一樣 是的 即是我們人體所需要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你打 你看著我 你以為你去精的營養物度就高了 一看就知道 即是打了一些Glucos 去體內 類似這樣的東西 明白 現在 因為現在 在香港 都是土地問題 是的 哇 那你知道好運 就加租了 你越種得物 就越加你數 是的 那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作為香港做越加 我也說了 有些做業主那些 看著那間 麵店 或者看著那間 即是賣套餐的那間店 出來數 嗯 你越做得好生意 它就越跟你賣了多少 來隔離做 所以其實很多創業家 很沮喪 就是這個意思 做賣給了業主 是的 也是的 所以我們想的辦法 就不是說我們去問 去租一個地方 嗯 而是真的說 這件事其實是共同統有的 我們那件事是說 如果那個 譬如超級市場 或者是一個 綠燒餐廳為例 其實我們希望它能做到的 就是平時你都是放一個 菜架在那裡 都是賣菜的 那現在你賣的 除了是這些 已經收成 用一些保鮮紙 或者包好的菜之外 其實你不要用一個 菜架 用我們的 一個 移動農場 那整整在裡面 即是它是一部機器 是的 最新鮮的 你即時拿出來 就可以吃了 即時拿的 筋都還在裡面 那就是 的而且是最 即是最新鮮的 嗯 那你這個新的概念 開始推向沒有 即是原先我們想的 很簡單 那個業態就是一種 生產線形式 我生產了一些菜 不過我只不過是城市生產 是 你說高效啊 味道啊 各個方面 省運費啊 低碳就是這樣 現在你就是 我簡直是和你一個合作形式 我在你這個場面 有我那部機器 那其實那部機器 你租一部機器給它 你賣給它 它在那裡提成 還是怎樣的 其實要看看合作方的 有一些 就可能會說 不如我們提成 是吧 即是你買了多少 那我就拿回一部份的收益 這樣 那就是剛才那些 對 數著你買幾個菜 對 剩下一點就是 其實覺得 如果長遠來說 那不是就是提成的 他覺得 我覺得 在那個場面 反正那個場面也是我的 不如我們做多一點 是吧 我們可以再拿多一點 那我們就只收一個 就是Service Charge 大家都更加好 因為我們就知道 我們集中去做好的服務 和技術 那你就變成了一個服務 或者技術提供 是的 那會不會跟一些 譬如是申請專利 或者是不同的 不同的註冊 各個方面 會不會是相關 你知道香港很 不要說嚇人 其實也是嚇人 就是 就是手鐵沒有人 每一間都可以有人爭 是 你做店一個模式 就有些人做 也不是最少有些人 還要以本商人 明明他不懂做 他不是做海底行的 不過你走一條路 Raymond 你走出來就行 我什麼都沒有 我有錢 那時候挖那些幣 就是這樣 挖那些幣 在周圍都走去挖礦機 我有一萬部機 一萬部銷納地掛在那裡 其實那些機 那作為一個創業者 不是一個做科技的投資人 你怎麼面對 這就是純商業的問題 是 怎麼辦呢 我當你走通過這條路 如果真的是肥田的話 始終我們避到也避不到 一定會有些新的 你那不是肥田 那叫肥水 是 如果是肥水 就流不流別人田 是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大的 因為世界上來說 全球都在歐美 在德國和美國 其實都有一些類似的競爭對手 其實都做得很好 亞洲裏面我們希望 我們做到第一弊也最好 但當然如果真的做得到的時候 我也覺得一定會有人進來 那我就做好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第一個技術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技術 是會做下去的 有時候創科裏面 有一個同行說得很好 就是怎樣去令到自己的 極具競爭力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繼續新興 就是不斷去創新 如果你覺得自己 菜怎麼不斷創新呢 我們的技術會不斷創新 我們可以再在一個 更加小的地方之後 可以令到這些菜可以 譬如說 再提高產量一至兩成 我們可以令到它更加乾淨 我們令到它們 我們能夠種到的數目 或者是種類更多 是吧 這也可以 但是水是否要用電呢 如果你是這樣說 也要的 那傳統耕田 真的未必會使用這麼多電 那電那個 那條數怎麼算 電那裡 現在我們應該 會不會真的 又有另一種碳排放 因為用了電而出現 也會的 坦白說 我們不是說 完全沒有一個 能源的消耗 現在但也不算很多 因為我們 第一 我們沒有冷氣 那種這麼大的耗電量 我們現在暫時 我想一個月 可能是 在說八零二百元左右 如果要電費 那如果電費計算很少 在說多少菜 剛才說的那些 四五百棵 是啊 所以也是八零二百元 那它的電費相對低 是因為你們用LED 還是你們特別有種 省電的生產物 其實我們現在也不當它是農場 當時是半工廠 就是這間工廠 蔬菜工廠 除了水間的電 是LED 還是有不同的省電方法 我們用磚 用中夕的LED 中夕的LED 中夕的LED 對 中夕的LED 很厲害 很成熟 但你是工廠的嗎 你是工廠的嗎 不是的 我們只是一部機 放哪裏都可以 放哪裏都可以 對 放哪裏都可以 如果放了一些 有上網電價的工廠 我明白 這裏是太陽能 那邊在賺錢 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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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研究一下這件事 多謝 下次 最搞笑的是 它連租都不用給 因為那塊本身是田 就是 它是agriculture 是啊 agriculture 所以你這個真是生意人 生意人 古惑的證 古惑的證 其實這就是一個 最現實的 最后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土地運用 以前試過 譬如我也有了解過 我不懂 我學習過這個魚菜共生 譬如有一個 我們建築主 最多是說loading 就是屋宇柱 最容易用的東西 就是逐點說 去針對你 太重了 太重了 你許晶都放在那裏 你們那個放在哪個地方 會不會有那個land use 限制 應該不會 因為其實就算我們現在 在我們自己那個 所謂的lab裏面 我們都不會有這些 限制 暫時不需要拿牌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食物加工 也沒有任何的 食物製品 在那裏 即是你當伴債 對 那再為總結 如果你說用科技來創業 你覺得會有什麼 跟其他上來加分 一句 一句到尾 最重要就是 要納緊我們自己的意志 還有最重要就是 繼續新興奮 因為創新是整件事最重要的 好 謝謝你 麥家俊 謝謝 謝謝 燈虎神 謝謝